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一对毒云梁开车袭毒外出还不安分,预巡逻仅因兴许未落跑任意变换车道还加速窜逃更让原警起疑,最后线车震动弹不得被拦查时, 匡称因女方毒痛感往医院才交通违规,但警方光目视就看到车内的注射针筒当场,打脸随机再查获大麻等毒品,让这对毒云梁奔石哑口无言。 台中市警局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贺云生当晚在班群精中侵入时,发现一辆自小客看道巡逻车立即快速任意变换车道显向还生,警方为随道中侵路与四平路口时耗制灯恰巧转换位红灯,见自小客被困在快车道车阵上立即驱前拦下盘查。 此时为了掩饰车内脊髓身攜带的毒品,49岁林姓男驾驶一下车就急着解释, 骗称因43岁的姜姓女友身体不舒服度痛难耐,为了赶到医院挂急诊一路上才会交通违规,将女则面带痛苦表情还俯着肚子配合。 只是他们压根不知道就在刚刚打开车门时,早被眼尖警方看到驾驶座车门旁的置物箱内有针筒两只电子棒称一个当场打脸。 警方随即又在家女随身包包内起出海洛英及大麻叶毒品各一包,让这对坦任欺毒的毒云洋面面将去挨探什么那么倒霉。 一出门就遇见警察训后全案以毒品罪嫌送办。